加入电路版的NDGND位置 接下来我们来做电源的插头 将所配的简单插头打开 将刚才所用到的电源线的另一端 接入插头 黄绿色线接入最上端 绿色的零线在左边 红色的火线在右边 固定好后 将盖板盖上 将螺丝拧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将光电立柱 光电开关电源线 从横杆一端穿出 接入主机箱 光电感应开关 一般在感应门的右立柱上 安装护栏立柱和安装感应门主机 使用的是不同型号的钻头 但是 安装方法基本相同 都是将膨胀螺栓 直接打入地下 拧紧螺丝 但是光电立柱 螺丝切勿在一开始就拧得过紧 避免光电立柱 光电开关 未对准时 无法调整位置 此时 我们可以用卷尺 将各户篮 位置进行确认 使其保持 直线 平行 垂直 一般需测量 前面光电立柱之间的间距和后护栏立柱之间的间距 以及 矫正 以及矫正 前后护栏立柱之间是否成直线位置 如果位置已确认好 护栏可进行固定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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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变上 除了固定护栏底部的地角螺丝 还需固定护栏与各主机 护栏立柱连接时 连接套所用到的紧定螺丝 一般紧定螺丝已装入护栏连接套中 直接固定即可 然后将感应门主机上 顶端的信号灯 灯泡安装好 灯罩放入顶部 并将前后四个螺丝固定 请注意方向 警告 海滚